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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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比较好奇说它是一个音乐剧场吗 还是说它是要怎样去定义这个节目 Joe常常做这种不是纯音乐的演出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课题 我相信对全世界的定义来说 你要做它就是一个剧场 还是你要特别去标它叫做音乐剧场 其实这个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定义 我觉得追根究底一个原因是 视觉跟听觉感知的问题 譬如说它从这边走过去只是演一段长笛好了 它从这个点走到这个点 对于表演来说它就是个乐剧 你不是只有音乐的乐剧 你还有动作的乐剧 你的起始的第一步 走过去的速度 到停下来的那个终止是 不是只有音乐而已 你还有动作要完成这件事情 不管你手中有没有吹长笛 你都在表演 等于说随时随地要意识到 自己身体的状态 然后还有大家如何观看你的身体 对 那当你拿了乐器跟你一边吹一边走的时候 它怎么样融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添加的累赘 或者是拿着乐器就不能怎么样 怎么样让表演演奏这件事情 它就是个表演 所以说这次其实这些音乐家 可以说他是演员 还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去讲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观众说 原来你会吹 原来你这么会演好厉害 我以为你是演员 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那所以这场演出呢 它应该不是只有音乐 它可能剧情或是说整个设计 都是融在里面的事吗 对在这次的创作中 其实不只有赵老师 跟我在一起共同创作 我们同时还找了一个视觉艺术家 Lian Morgan 一起来做整个空间 还有视觉的通筹跟创作 他是一个长期待在台湾加拿大籍创作者 他很擅长使用灯光去雕刻空间 其实在这三方的创作中 我们是一直很密集的在讨论跟发展 所以视听剧场是在一起的 在这次演出形式 其实星盘就是人类 从人类的角度去看这个宇宙嘛 所以我们在这次演出里 就把剧场里面其实一直都有的标准配备 旋转舞台拿出来使用 平常旋转舞台是拿来做幻景用的 但这次我们邀请观众去上到旋转舞台上面 所以当观众上到旋转舞台上的时候 他可以去不断的品尝这个空间 各个不同的角度 他可能产生的多样的叙事 也因为观众他不会只面对单一的面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空间如何去形塑出来就很重要 因为他会有很多事情同时的发生 Liam也设计了不同的灯光装置 去雕刻这个空间 所以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 声音是多轨在进行 这个视觉也是多轨在进行 而Liam在透过他的装置 去把这个空间勾勒出来 所以可以说很像观众在做一个旋转舞嘛 这样子的感觉吗 就是说你可以边转边看到很多事情在你周边发生 这些发生的过程 因为观众自体的旋转 其实会创造一种效果 声音跟视觉不会完全同步 他很像一种对于时间或对记忆的想法 或对梦的想法 这些事情是我们如何一直去串联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活到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是这次演出 我觉得在整个剧场跟创作形式上一个最特殊的方法 我觉得视角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上下半场会对调 上半场做下面旋转舞台的人 上半场会到上面去做 所以他是从上往下观看你们这群人类在干嘛 另外一个视角这样解定 那因为老师你也是负责这次的作曲 对对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你怎样去做 因为其实像什么天体的音乐啊 我们好像大家熟悉可能就是行星族曲啊那一种 那你这次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曲子 这个我真的跟鼎云讨论了很久 大部分大家认识音乐剧场 都会是一首一首曲子 然后他们就去串联 用一些器具 或者是演奏本身会有一些动作这样子 可是我们就是很不祥这样做 我给他的东西是我准备了很多 都还不到一个很具象的完整的音乐作品 他可能只有一句乐句搭配什么 或者是他可能只有一个声音的意象 就是只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的创作之后 他再继续用他的视角去创作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剧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那个创作过程好像是多重创作 我先创作了一个直觉我觉得会发生的事件 我丢给他 他再次去诠释这个创作 要怎么备用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 像昨天晚上我们几乎排完了上半场 然后我都不晓得 为什么他会把我的曲子 他把我的东西放在的位置 都不是我想的 可是我觉得都 对的 太棒了 你怎么可以想得到 这真的很有趣啦 而且我觉得加入观众之后 其实观众怎么去诠释这些东西 又是另外一层次的 因为他不会一次看完所有的事件 因为这边在发生 那边会发生别的事情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要看很多次的作品 好那最后呢 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 跟想来看这场演出的观众们讲几话 突然卡住了 我觉得在之前的疫情时间 大家没有机会可以进到剧场里面 或许有很多人会开始去怀念剧场 怀念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去体验一个现场的经验 那这次又特别是 思考不同的感官经验 他如何同时的聚拢在一个 我们一起共享发生的场所 那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在我们的疫情 稍微获得稳定控制的时候 大家可以再回到剧场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想献给大家的礼物 那我这边就是大家来坐在旋转舞台上 看到很多也许有关于自己的人生 然后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的人生 很多很多圆圈 灯光的圆圈音乐的圆圈 你也在圆圈上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循环吧 嗯好那就期待大家 在9月25跟26号的时候 一起来到台湾汽语中心的小飞人厅 我们可以一起来凝视着星盘的肚鸡 好那我们母亲早餐汇报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久不见的早餐汇报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我们按个赞 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亲早餐汇报下次再见咯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本楼叫我去摄除 位置摄除色彩银子